奔入第三届的台中国际动画影展 将要在10月份跟民众来见面 而在7号的上午宣传记者会上 也公布了本季影展 将由台湾动画长片 小猫巴克里热闹节目 而改变自真人真事的英国动画 英伦恋曲 则为影展画下了感动据点 也宣布9月23号 影展售票要正式开跑 为民众一起来共享胜举 充满赤子之心 拥有丰富想象力的小猫巴克里冒险故事 曾经带给不少人欢笑 如今他不仅要上大一幕 还要为台中国际动画影展热闹揭幕 让民众抢先欣赏爱与勇气的故事 动画电影的制作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 超过400个同仁的努力 不眠不休的制作 他就像《怀太十月》 但是这一次首映像是他第一次 登上台做才艺表演 所以其实我除了兴奋之外 更多的是紧张 非常希望台湾的朋友会喜欢 经过三年努力 台中国际动画影展越来越盛大 许多国际动画导演们 每年都在台中齐聚一堂分享作品 今年影展一共争得35个国家地区 143部作品 播映共40个场次 很高兴台中国际动画影展 第三届现在规模越来越盛大 而且真正的国际化 这一次开放国际的增建 有1849件来参展 那我们的最高奖金50万元 那总奖金有到130万元 当然最重要的是台中市希望发展成影城 我们以动画作为城市影展的主题 影展将在10月13日至17日登场 9月23日起开放预购 而改编自真人真事的英国动画 英伦恋曲 则要为影展画下感动句点 欢迎民众一起到场欣赏 进入动画的奇幻世界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